在佛陀時代 有一位赫利蒂姆 他原本是兇惡的鬼神 他生了五百位童子 其中的一位就是赫利蒂姆 最愛最小的賓傑羅童子 這位兇惡的女鬼神 最喜愛吃小孩童 王瑟臣中的小兒 很多都被他吃得乾乾淨淨 很多王瑟臣的父母 非常非常的驚恐 他們紛紛地去報告釋迦摩尼佛 於是佛陀就用他的波 把赫利蒂姆最小的賓傑羅童子 放光射入他的波中 赫利蒂姆回來後 找不到自己最愛的小兒 怎麼不見了 怎麼不見了 怎麼會不見了呢 於是他就去找佛陀 把我的孩子還回來 你還回來 佛陀說 你失去一個孩子 就傷心與絕了嗎 啊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黃色重中 很多孩童都被你吃了 小孩都不見了 你覺得他們的父母 是否也會傷心與絕呢 哦 應該也跟我一樣吧 呵呵呵呵 那麼 你 是不是應該 將心與絕 你有這樣的感受 以後 還吃別人的香嗎 哈利蒂姆一聽 果然醒悟 就說 不敢不敢了 我 我 我再也不知別人的傷害了 啊 當佛陀看到了 赫利蒂姆的誠心懺悔 於是把賓傑羅童子 從波中釋放了出來 這位賓傑羅童子 因為這段時間 住在佛陀的波中 得到佛陀的法力傳承 另外 佛陀對赫利蒂姆說 你既然知道悔悟 不再吃別人的小孩 那麼 未來 我會斥令佛弟子們 在事實中 也夠了你 赫利蒂姆 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鬼子母 這也就是 後來在事實中 我們常念的 大鵬金赤鳥 曠野鬼神眾 羅薩鬼子母 甘露西充滿的由來 哈利蒂姆 後來就成為佛法的護法神 從佛陀波中 被釋放出來的賓傑羅童子 也就是 荷葉童子 他 竟然因獲得福 得到佛陀的法力傳承 有滿足眾生怨的法力 後來 改名為 滿怨童子 滿怨童子頂上 有無法記 面帶笑意 向好莊嚴 是可愛而圓滿的童子 左手食吉祥果 右手下垂 掌心向外 就是與願意 身上種種陰墨 莊嚴其身 蓮花坐於荷葉之上 他就在2022年8月18日 現身蓮生活佛面前 告知只要供養他 修他的法 有什麼祈願 他都能圓滿 他的法力是令人驚嘆的 蓮生活佛在新書中提到 是為摩截告知 滿怨童子之所以現身的因 所以 他有弘揚滿怨童子法的果 修滿怨童子法 一切諸惡鬼神獲得侵擾 行者所求皆得如意 而須知 滿怨童子的咒語 須由連生活佛親授 如此殊勝的法 能為新的一年 開啟新的希望 相信您 一定非常的期待 感恩聖尊連生活佛 接受台灣雷脏四勤法 將於2023年2月4日 春季法會 清靈守船滿怨童子法 讓我們揮別 三年疫情的陰霾 展望新的未來 祈願眾生所求 皆能如意 請不要錯過 已於2022年12月29日 全球同步發行的 連生活佛盧聖燕文集 第292冊 神通大師唯摩節 《玄的不可思議》 書中對於滿怨童子的故事 滿怨童子的相貌 滿怨童子的法律 滿怨童子的法 都有詳細的介紹 祈願讀者開卷有益